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 讓你變成立菜Superman 這個是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然後我們認為在今天第一天 算是還不錯的開始 至少有個好兆頭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手上的持股 今天亮出了兩顆紅燈 那麼我們在節目上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00940掛牌第一天 那就破發了 那破發了 我相信有不少的投資朋友會問說 那到底是怎麼了 以及接下來我們應該手上有持股的 我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或者是我要加碼還是減碼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聊一下00940 那當然了我們會員朋友手上一定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聊 最主要還是站在一個比較服務上面的立場 好不好 那再來呢我們竟然是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規劃 逐月逐月的規劃 逐季逐季的規劃 其實我們在節目 還有我們的群組上面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第一季我們跟大家分享了 所謂的Q1龍年幣買股嘛 那這個幣買股裡面其中一支就是7402的逐期 那逐期到底漲到哪裡去 我想投資朋友應該都能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把股票代號打進去 你就知道逐期的第一季的走法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我們在第二季的一開始 你就應該要把什麼這一季的交易的規劃 至少你那個大方向要抓出來 所以我們在現在4月份的一開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在未來的幾天裡面呢 我們會慢慢的把這個接下來第二季的規劃 還有4月份的規劃來跟大家做分享 在今天的正片開始之前 一樣提醒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節目 還能讓更多的投資朋友看到我們的頻道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一起賺大錢 那我們先從上禮拜五的總金 該講的還是要講好嗎 上禮拜五美股休市 那休市歸休市 但經濟數據還是有公佈 而這一個經濟數據呢 就是物價指數 公佈出來以後呢 符合市場預期 PCE的年成率2.5% 那它依然是在一個下降的趨勢當中 不過呢我們也可以從聯準會的官員 他們的發表談話裡面知道 其實現在通膨的降溫呢 第一個方向是確立的 沒有問題 但是速度很慢 所以呢聯準會不會急於降息 那麼我們再看到核心PCE 年增率2.8% 記住喔 聯準會的目標是多少 通膨要2% 2.8還遠遠的高於2% 而且我們也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通膨在接下來降溫的速度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你說2.8跟2也才差0.8個百分點 錯 告訴大家這個0.8個百分點要降很久很久 甚至你說在今年年底有沒有機會看到2% 這一件事情都還要先打一個問號 所以聯準會的官員已經告訴我們了 現在呢我們其實不急著要降息 我們可以看更多的經濟數據 甚至聯準會主席 Jones Powell 他說了 他說什麼 他說呢 我們認為現階段啊 可能這個5-6月的時候 我們先結束QT 先結束量化緊縮 那我們呢先把量化緊縮的動作 先告一段落了 或者是我們把這個緊縮的規模啊 讓他不要變得這麼的 不要不要這麼的快 他這個緊縮的速度不要這麼的快 那你呢 這一部分做到以後呢 7月份我們再來看要不要降息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呢 聯準會現在的立場是偏向鷹派 這一部分大家去看美元指數 看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 也能夠得到驗證 所以呢 這一份PCE的數據 第一個 雖然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呢 對於聯準會來講 這份數據 並沒有辦法讓他們 加速的幹嘛 開始降息 所以呢 通膨呢 穩定的下降 但速度還不夠快 第二個 大家要去關注的就是 接下來到底聯準會QT 縮減規模的時間點 到底是什麼時候 越早開始縮減的話呢 那當然對於股市 對於金融市場來講 代表的是呢 有更多的資金活水 可以來到國際市場上面 所以目前看起來啦 很最重要的 當然第一個我們還是要去觀察說 到底聯準會在接下來的貨幣政策要怎麼發展 現在的不確定性有一點高 這個是後面的一個觀察重點 那另外的話至於什麼時候要降息 這個的話 一樣有待聯準會官員給我們更多的訊號 但至少能夠確定的是呢 在最近這兩次的利率角色會議上面 可能都不會降息 第二次啦 第二次第二次的利率角色會議 六月份的利率角色會議可能 還有一點機會 但是呢 五月份應該是不會降好不好 來喔 那我們來聊一下00940 00940啊 基本上在今天一開盤的那個基準價就是9.92塊 有人會說 可是不是啊 我當初不是用10塊錢認的 怎麼他一開盤給我開9.92 很簡單嘛 原因是因為他的禁止就是剩9.92啊 他的禁止是9.92 所以在第一天開盤的這個基準價就是9.92 那你開盤以後呢 發現我當初申購10塊 一開9.92 馬上賠錢 這件事情 也算是給投資朋友一個機會教育啦 為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申購ETF 我越早買 我應該要有什麼 甜頭嘛 我應該要比人家有更多的優勢 不然我那麼早買幹嘛 那如果呢 今天開盤我都知道要開9.92的話 我當初我就不要去申購就好了 我今天再買 我可以用9.92塊錢買 我為什麼要前面用10塊錢買 當然 如果大家看到今天的價格 你講這句話 我們當然能夠理解啊 但有沒有那種就是 一開盤 然後那個禁止是來到什麼 10.05啊 10.1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呢 你提前申購就等於是什麼 你提前買票上車 只是這台車要往北邊開 還是往南邊開 你還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呢 你早買的人 你就是先有車票 玩買的人呢 你可能可以享受到折扣 但也有可能你會買貴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確定的 所以我們去討論說 到底要不要先申購 這件事情沒有意義 因為每一檔 ETF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好了 那麼00940在今天呢 你看禁止一開始就是9.92 而且呢 還在繼續往下殺 還在繼續往下殺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成分股嘛 大家去看第一大成分股長榮 有沒有跌 有跌 第二大星象 星象好像後來有拉到平盤附近 然後再來還有像是中美金 大家會發現股價的表現 都相對的比較弱勢一點 那為什麼會比較弱勢 原因當然是因為前面有人吃豆腐 你吃完豆腐啊 要不要下車 要下車嘛 只是這個下車的人多嗎 還有它的力道強嗎的差別而已 所以呢 00940的成分股已經公佈了 這個是我們在我們Telegram上面跟大家做 就是分享的一張表 標紅色的是什麼 我們在更早之前 00940要開始進場之前 我們有提供一份研究報告給大家 7有沒有 第二頁 我們幫大家去推算了一下這個成分股 因為成分股有50檔 可是00940在一開始只公佈10檔 所以剩下40檔 我們要來幫大家猜啊 考前猜題嘛 看誰猜的比較準啊 紅色的是我們有猜中的 所以整體來看啦 這個命中的比率也還算是高 原因就是因為你掌握了選股的邏輯 那你再讓程式寫一點code 然後你就讓他跑一跑 他就會算出來給你 我們在後面呢 再去做籌碼上面的研究 其實你就能夠推出大部分 00940的持股到底是哪些 那我認為在這次00940很多人都說要吃豆腐 吃豆腐難不難 真的蠻難的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在節目上也跟大家聊過 其實這一波的吃豆腐 嚴格來講要分兩波 第一波就是在這一開始 你要去吃那些要吃豆腐的人的豆腐 比他們早進來 那些要吃豆腐的人進來 就會把股價往上拉 那個是第一次的豆腐 可是呢按照過往ETF的經驗 他們會在什麼時候買 會在挂牌的前兩到三個交易日 才會開始大買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你是在挂牌的這一天 也就是今天00940挂牌 他才會開始去計算所謂的追蹤誤差 ETF的目的不是來幫你說這個啊 基金可以一直漲啊 ETF可以一直漲啊 00940一直漲 這個不是ETF的目的 ETF的目的呢是要怎麼樣 讓追蹤誤差最小化 因為ETF會追蹤一個指數 那追蹤的指數跟基金的表現 中間一定會有一點差別嘛 有一種差距 有誤差 ETF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這個誤差說到最小 指數跌10% 我的基金就是跌10% 指數漲10% 我的基金就是漲10% 最好要完全一模一樣 追蹤誤差越小 代表這個ETF的管理做得越好 而不是說呢 我們做這個00940 要讓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漲越多基金經理人的績效就越好 不是哦 記住哦 ETF的判斷它的好壞的標準是 它追蹤的指數之間的誤差有沒有越小 越小才是越好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覺得說我買ETF 買00940 這個基金經理人 就一定會幫我賺大錢 沒有 到底會不會賺錢 你還是要回歸到00940追蹤的那一個指數 它的表現到底好不好 所以很多的這些遊戲規則 是投資朋友 你應該再去申購 或者是呢你在進入股市之前 你就要了解的 如果你不知道ETF的目的是要讓追蹤誤差變小 那這個觀念錯了 你以為你買00940 基金經理人就會幫你賺大錢 那觀念不對 那你在操作上面 你這個體感就會有落差嘛 哇今天00940開9.92 又往下殺 這個基金經理人爛死了 這樣子的講法其實就不太對啦 不太對 所以呢我們希望的是什麼 大家一定要在股市裡面 學習更多的財經知識 你了解了這一些金融商品 背後的邏輯跟規則以後 其實你才看得懂說自己在交易的 到底是在交易什麼東西 那我們研究報告上面 其實都會跟大家分享這些財經知識 所以你說要吃豆腐的 有人會說投信之前都沒買 那投信沒買嗎 有啊 00940不是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給你大買下去嗎 投信一天大買600億 這個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後面會不會有人打破紀錄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當你理解了遊戲規則 你就會了解什麼 投信在最後一個交易日 為什麼會買這麼多 原因就是因為要讓那個追蹤誤差變小啊 當你理解了遊戲規則 這些事情就變得沒有那麼奇怪了 好不好 我們在Telegram上面 上禮拜 1點22要收盤之前 我們說囉 今天有吃飽豆腐的 原因是因為上禮拜五 很多的009歲年的成分股 從12點半以後開始一波吉拉嘛 你如果要吃豆腐的話 那一段其實最好吃 吃豆腐了 吃飽了以後咧 不要忘記下個禮拜就是掛牌日 投信的買賣就要回歸正常 你那個下車鈴該按的要按啦 那你說跑得慢的一定會賠嗎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但是大家要理解到的是 有很多人要吃豆腐 所以呢當大家一開始前面擠上車 吃完豆腐以後 總是要下車的嘛 然後說吃豆腐就像搶銀行 搶銀行怎樣 你有搶到你要跑 你沒搶到也要跑啊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該提醒的事情 我們就會提醒大家 好不好 所以啊 00940年的操作 我們還沒講說到底要怎麼辦嘛 手上有持股的 我認為啦 其實呢 ETF的操作 跟我們在操作個股上的邏輯 大同小異 今天呢 你買進以後 你發現它已經比你成本還要低了 代表很多的成分股 其實股價呢 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強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呢 去攤平 如果你當初進來 是為了要賺價差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攤平 你說它有沒有機會長回去 當然有機會啊 這種未來的事情 它就是不確定 所以一定有機會 可是如果你當初呢 是為了要去賺這個價差 覺得我去申購完以後 它開盤呢 可能在這一兩個交易日裡面 可以漲超過10塊錢 然後呢 漲了以後你就要把它賣掉 當初如果是抱持著 這種想法的投資朋友 現在股價殺下來了 你就更不應該攤平 但如果你是長期投資 你說我要存股呢 我當初去申購 就是希望呢 我先建立一點部位 後面我還要定期定額買 那能不能買 當然可以啊 你就照你原本的規劃去做操作 所以呢 你要長期存股的 這一個00940 能不能定期定額扣 當然可以 但如果你是為了要賺價差的 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能去攤平嗎 不行 因為邏輯不一樣 這是交易邏輯的差別 我們把這個交易的策略跟大家做分享 那至於 投資朋友呢 能不能接受 或者是覺得我們有沒有講的 有道理 這個就是要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做判斷了 好不好 來我們來講一下個股的部分 我們今天說了 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表現不錯 全體會員朋友 在上禮拜的時候買進的股票是哪一支 1587的急帽 急帽 我們最近的會員朋友的那個手感很燙了 真的 就是那些核心的持股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漲 而且常常會就急拉亮燈漲停 像前面的義騎也是啊 然後來我們還做了這個 5439的高計也不錯啊 1587的急帽也是全體會員朋友都有的持股 有沒有 我們3月25號的時候 就有會員先上車了 後來3月28號的時候 沒有上車的新朋友 因為最近有很多的新朋友 就是跟上我們的操作嘛 那股價剛好在震盪 我們怎麼樣 在29塊錢的時候呢 沒有持股的新朋友 你就可以上車 在今天拉上去 一開盤 就攻到漲停板 雖然現在好像沒有鎖住吧 大概在8%上上下下 但無論如何已經跟成本拉開了 所以在選股上面你選的好 你不需要擔心今天指數震盪嗎 指數震盪是我們能夠預期的事情 但是呢 你選股的方向如果抓對了 其實你還是有機會可以賺到漲停板 所以很多時候呢 阻止你獲利的不是行情 行情會震盪 但會阻止你獲利的常常是自己的一顆心 為什麼 因為猶豫了 在1月的時候你猶豫了 2月的時候你猶豫了 3月的時候你還在猶豫 現在到了4月的時候你覺得行情還是好高 我不敢在這邊進場操作 猶豫的過程裡面有很多的股票 其實是可以發動攻擊的 你說3月底的時候去買還來不來得及 3月底的當時台股已經在2萬點了 很多人也覺得說應該沒有操作空間了 怎麼會沒有操作空間 我們告訴過大家行情個股都還會輪動 會有操作空間 而我們在帶會員朋友的操作的動作上面 不就執行給大家看嗎 3月25號買到了3月28號 他在震盪的時候繼續買 買完以後今天拉一根漲停板 這個不就是個股人動的操作空間嗎 所以有操作的空間 你能把握的你要把握 真的不要等到說行情已經開始轉弱 開始修正 很多的股票都已經沒有動能了 你才打算要進來三三來遲 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的觀念 分享了一個多月的觀念 你要賺錢 你要在行情最熱絡最好賺的時候賺 不代表你在現在這個時間點進場一定會賺錢 但是現在就是行情熱絡的時候 2萬點00940的1700億 這些不都是資金大浪嗎 所以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什麼 我們怎麼選股 我們怎麼選股 大家看到說啊老師你都已經這個漲停板了 才來跟我們講有什麼用 當然沒有用啊 為什麼這是會員朋友的權益啊 有用的地方在哪裡 在我們怎麼去觀察行情 怎麼去制定我們的交易策略 這在我們節目上面分享給大家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啊 講我們有什麼股票 其實對投資朋友幫助不大 幫助不大 我們也不建議大家隨便跟單 因為我們下車的時候 我們不會通知你啊 大家自己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賺錢 有把握的股票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買賣的call訊 這件事情終究還是會員朋友的權益 所以我希望在看我們頻道 看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是能夠吸收我們節目上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經驗還有心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全體會員朋友 在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恭喜大家 一根掌停板送給大家 再來呢 一起咧 哇沒有掌停 但是差一檔掌停板 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有稍微調節一下 我們在120塊附近調節 然後呢 有人就會講說 老師你為什麼上禮拜要賣啊 今天又差一檔掌停板 那上禮拜是不是賣錯了 老師沒有 如果有這種想法的 代表你在交易的經驗可能還沒有這麼成熟 我們賣股票呢 不用拘捏在 不用糾結在 我一定要賣在最高點 大家要知道這檔股票是我們會員沒有重壓 重壓代表什麼 你的資金都放在上面 在你還沒有實現損益之前 他那些損益都是浮動的 都是浮動的 只有收到口袋才是真的 你既然手上我們已經重壓了 那你重壓的過程裡面 股價再噴的過程 你能不能先做分批的獲利了解跟調節 這件事情很重要 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我想要賣在最高價 所以一旦做過那個價格 我就捨不得賣 然後呢 最後變怎麼樣 你可能買在7張點 看到最高價 然後最後股價又殺回7張點 一場空爆過一座山 這種事情我們常常看到 問題出在哪 問題是在中間的時候 你沒有做到分批的停利 那你在停利的過程 你會賣在最高價嗎 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其實很少很少很少賣在最高價 但是呢 我們回頭一看 常常我們平均賣完以後 會發現賣的那個價格 都是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你有交易策略 你讓你的資金 能夠用投資組合的觀念去做佈局 那你說我們這樣子賣完 三分之一以後 有稍微做一點調節 股價今天拉上去 你手上是不是還有持股 這些持股能不能幫你創造獲益 當然可以啊 因為股價要漲要跌 今天的股價要漲要跌 明天的股價要漲要跌 這些事情沒有人能夠預知 所以上禮拜呢 你說疫情有沒有稍微在盤中出現轉弱 有沒有賣壓 有嗎 那你要不要先做分批調節 調節啊 那後面有低你可以做價差 沒有低它拉上去 你手上還有持股 你的心情上面的壓力就不會這麼的大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是不是好的交易策略 是不是好的股票 一起今天差一檔攻上漲停板 如果能夠攻上漲停板的話 這就是全體會員朋友的第二根漲停 還有什麼 8096的秦雅 這個也是老朋友了 你說今天指數在震盪 股票有沒有表現 有表現啊 一樣能夠漲7% 這個我們不用講太多 這個已經跟我們成本拉開很遠很遠很遠了 因為秦雅是我們龍年第一檔翻倍股嘛 那到現在我們手上都還持有 好嗎 還有勒 實際上面有的會員朋友 今天呢已經手上有兩根漲停板了 這間公司 我們認為接下來要開三月營收嘛 營收應該不錯 三月營收應該不錯 所以我們在上禮拜的時候就有帶 一部分持股水位比較低的會員朋友進場 今天第二根漲停板 鎖死 其實大家這個 你看一看你自己猜也猜得到啦 我們就不講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有哪些股票漲停 很簡單啦很簡單 那我們要跟大家表達的是什麼 上禮拜能買的東西大家覺得很少嗎 其實沒有很少 上禮拜呢 我們有跟大家講過我們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獲利了結了不少東西 但我們同時也買進新的持股 為什麼要買進新的持股 原因是因為行情還沒有結束啊 要不要把握要把握 所以上禮拜的時候我們買進這一間 今天一樣 盤中慢慢推慢慢推 拉到漲停板 龍年第二季的第一個假日的第二根漲停板 就送給大家了 好不好 這間公司我們還沒有賣啦 我們沒有賣 我們認為它 畢竟我們認為三月份營收數字會開得不錯 所以今天股價這樣子走 後面我們認為上方應該還有空間 那就不急著賣不急著調節 等動能轉弱了呢 我們再來調節 我相信都來得及 因為這已經跟我們成本拉開了 這已經跟我們拉開了 這應該也是賺了 賺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這個要回去看一下我們的績效表 跟庫存表 但是畢竟跟成本拉開的股票 就不用急著賣 動能強的股票 就不要急著賣了 還有其他的持股 大家會發現其實我們在幫會員 建構的這個投資組合 你說大盤今天指數震盪 期貨或者是指數可能有翻黑小跌 又怎麼樣 你能夠操作的個股貴買指數 其實有很多的空間 是你能夠去運作的 所以你說我們這些股票 是不是全部都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跟大家講過 廣民還是我們在那個週末的時候 這個台股搶牽報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嗎 高企 耀聖 廣民 市電 每一支幾乎都是在平盤之上 很多都是漲了5% 3% 其實你相對起來 你整個投資組合的表現就遠遠的超過大盤了 所以會員朋友手上一打開今天褲子 怎麼都是漲的 那個心情就會相對的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穩穩的建構一個好的投資組合 重不重要 重要 特別是在指數高檔的時候 而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最近服務了很多會員朋友 所以會員朋友是在今年大概1月中的時候 開始跟我們團隊操作 然後就是我們會 就是會有一些會員朋友的回饋 那我們的助理都會看 那我有空的時候我會看 之前買會員都沒有賺過錢 賺錢都是賺一點點賠錢很大點 當然對就是 我們對其他的分析師 我們就不予置評 因為每個人的操作邏輯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我們在交易的邏輯 都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跟著我們操作 第一次賺超過50% 所以我們了解很多的投資朋友 其實在操作股票幾年 幾十年的時間裡面 很少賺到超過30% 50%的 為什麼 因為交易的邏輯不同 然後發現原來跟著我們的操作 股票能夠漲30% 股票能夠漲50% 股票能夠漲70% 能夠翻倍 以前想不到的 在我們的操作過程裡面 竟然有機會可以實現 原因就是因為 你在交易上面的方法不一樣 我在週末的時候 在群組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東西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我要做到大賺小賠 結果股票漲5%漲10% 你就想賣 你就把它賣掉 股票跌20%30%套牢了 你又不甘心停損 結果你嘴巴上面講著大賺小賠 實際上面就是什麼 小賺大賠 這個絕對不是個案 我們看過太多的投資朋友都是這樣子 而且呢 未來呢 一定也還會再發生 習慣不會說改就改 你的那個方法沒有調整過來 你以前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未來一定還會繼續發生 只要你沒有做出檢討跟改進 那麼呢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有跟大家講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你那個格局要打開 如果你老是賺5%賺10%你就賣掉 那怎麼賺30% 怎麼賺50% 怎麼賺翻倍 所以呢為什麼我們會提供一些服務 就是讓投資朋友可以跟著我們操作 因為是因為你省了很多時間 你省了很多的成本 是什麼呢 你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 花幾年的時間去學習財經的理論知識 一大堆我們日常生活用不到的數學 你也不用自己學習要怎麼寫程式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幫你學了 那你呢 也不用每個月付幾千塊錢 付幾萬塊錢去買資料 去買資訊 去買軟體 因為我們幫大家花了 你也不用花時間去幹嘛 去搭高鐵 或者是你要搭計程車 去call公司 去跟人家交換資訊 這些你都不用做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會幫大家做好的 而這些在檯面上面看不到的 才是一個分析師的價值所在 如果你老是覺得說我們呢 每天就是在那邊幹嘛 發那個簡訊啊 然後一通簡訊才幾塊錢啊 然後發簡訊只要幾分鐘啊 如果大家覺得這麼簡單的話 你覺得這種眼光放在你自己挑股票上面 你找得到潛力股嗎 我們發一通訊息 花幾分鐘 一通簡訊幾塊錢 但這個是我們用了十幾年的努力 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建議啦 如果你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 你就不要隨便下投資 不要隨便來股市送人頭 你自己去找一個你喜歡的分析師 也比自己在那邊瞎買瞎操作 還要來的更好 那你不一定要跟著我們操作 好不好找你喜歡的分析師 真的會比自己在那邊瞎買瞎操作 瞎賠錢還要來的更好 不一定要找我們 因為分析師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合自己 找一個你喜歡的交易邏輯的 那你跟著這個分析師操作 或許會比自己交易 還要有更不錯的表現 好不好 最後的話 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 這個操作的心法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希望可以幫投資朋友 改掉一些原本自己 在交易上面的壞習慣 很多時候 你交易的壞習慣 只要一改掉 交易起來就順了 好不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 趕快幫我們訂閱起來 那我們有更多的資訊都會放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都能夠跟著我們的頻道 一起成長一起賺大錢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掰掰 星期六晚上九點 星期六晚上九點 台股搶先報就在我的個人頻道